那其实会让人家看得很心疼 所以这个部分三餐的照顾其实是最基本的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会提供他学习的机会 是就像阿豪这样可以学习 很有自信 对我们要栽培出有自信又很帅的 又很美的小朋友出来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的目标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会用来改善 他们家里面的经济状况 包括我们怎么样去辅导他就业 然后增加他们家里面的收入 对 所以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因为你们招募999个公益小将 企业界可不可以加入 当然可以 好你要不要讲一下 他们企业界可以许什么样的愿 有没有一些意思 其实像现在企业界的话 像比如说中信房屋 那他其实就是让他全省 大概200多家的这个房屋的这个加盟店 然后让他们通通加入这个公益小将的计划 那企业最能号召的其实一个就是他内部员工 一个是他的客户 对 所以呢他们其实我觉得企业他特别有这个通路的力量 他累积的速度是可以很快的 所以像中信房屋他承诺的就是100万的 对 目标是100万的 好 又越来越近了 对 是然后另外呢其实刚刚其实一开始有提到说儿童节快到了嘛 那其实我们在儿童节呢我们其实也有举办了一个很特别的亲子趣味的活动 哇赶快介绍一下 对 就是在4月4号就是儿童节 就是刚宣布说从明年的儿童节就开始放假那其实今年的儿童节就大家就可以放假因为它就是一个礼拜天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4月4号儿童节当天然后我们要号召所有的公益小将就是走出来那我们一起到那个台大陆民广场就是参与 然后我们的活动内容还蛮特别就是大家要烦恼环通一下就是去尝试一下那个以前小时候常玩的那个两人三角的活动这样 对 所以就亲子就是爸爸妈妈跟小朋友绑在一起然后走一段小将共同去去享受那种达成一件任务的感觉 那所有的公益小将他如果报名走完那个全程的话 其实像现在的那个赵峰金控他就会做相对的提拨捐赠 比方说你现在的目标是三千元那那个就是银行业就会相对提拨捐赠三千元这样子 很棒我们希望你到4月4号的时候已经有750块然后他们相对坚持 对金额就可以double上来这样子 真的就可以达成目标 对跟加速我们就是达到这个捐款的目标 所以包括公益小将啊或者是亲子就是在春假就是春天嘛 4月4号就大家一起到户外到台大那个入民广场然后就是享受 几点要不要讲一下 中午12点开始会一直到下午的4点那在现场有就是找了一些企业就是有一些摊位 那这些摊位其实我们都是那个免费就是就是所有的公益小将都可以享受一些美食啊 或享受一些那个游戏对对对对对而且还有我们那个代言人肖静腾 他当天其实会到现场来对对所以就是说如果有喜欢这个肖静腾的朋友就是当天你在台大 其实就可以跟他很近距离的面对面的接触太棒了那请问一下要不要事先报名 不用事先报名就是我们到场还可以报当场到也可以报名 真的喔那很棒耶 对而且当天其实有很多真的有很多好的优惠的活动因为包括有些企业他捐了很多的披萨卷啊 然后就是我们在在当天其实都会提供那我觉得真的很适合家庭喔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的来 因为来这边一方面其实你是亲子因为平常大家很忙嘛没有时间可以好好相处 然后来到这边的时候呢透过这个活动的安排就可以为亲子关系这个加温 那另外为亲子关系加温啦我觉得喔就是带领孩子去做公益 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真的家长愿意让孩子从小就学习投入公益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对就是那么小就种下一个爱的种子 三个种子其实这个是很棒的那另外就是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互动 我们现场有这么多好的礼物都是企业赞助的 其实都是要分享给这些家庭的 然后我想一定是一个很快乐的一天 哇很赞喔因为我听起来我都很想去喔 然后这个两人三角其实也不简单完成喔 但是我觉得我很希望你们的募款能够早一点达到目标 而且有企业姐已经承诺相对要捐出来喔 所以你要不要还有其他要呼吁的 对我想其实F联盟我们成立19年的时间 我们真的在台湾这片土地提供孩子非常多的帮忙 还有家庭的帮忙 那这样的工作其实非常的不容易 其实我们一线的工作人员大家其实每天工作都很晚 超时 对其实也是很辛苦喔 那其实我们的目的呢就是想要提供给孩子一个更好的世界 更好的环境 可是做这样子的工作其实我们真的很需要有很多人的这个帮忙 那我们也发现说我们要服务的孩子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的募款压力真的也是越来越沉重 所以呢在这边我可能还是要呼吁喔 就是说其实不管你是企业也好 你是一般的个人也好 那像F联盟这样的组织是需要大家真的出钱出力的帮忙的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介绍了我们可能有类似这样的 袜子宝宝 你透过认购你其实可能是帮助了很多的按家 让他有工作做 那一方面其实也是帮助F联盟这样的组织可以走永续的发展 因为明年我们就是20年了 那F联盟一路上成长上 我们现在是200人的规模组织 那我相信未来人还是会继续增加 因为事情越来越多做不完这样子 那所以就是说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持续帮助我们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本身有时间的话 我们其实也需要一些职工 像我们现在全省有一百多所的这个偏乡小学 然后我们要到偏乡里面去提供服务 那这个都很需要人力的 另外就是说如果他本身有一些专长的话 像偏乡小学里面缺老师 有的是教舞蹈的 有的是教风琴啊 对 你只要有才艺你都可以来协助这些孩子 就可以跟我们登记 那我们希望把这一些资源呢 就是输送到这些偏乡角落 然后真的让台湾的孩子 每一个人都可以站在公平的起点 然后得到最好的帮忙 其实我们听到儿童福利联盟 这么样用心在台湾 这么做的很多很多儿童的服务方案 而且为台湾真的在这种经济不景气的时代 我们看到5%的孩子没有早餐吃 甚至是非常弱势的孩子 甚至没有文化刺激 如果这些孩子这样长大 其实我们都觉得很心疼 因为台湾还有很多很富裕的家庭 那如果大家愿意来协助他们 我相信儿福联盟是很值得你投入的一个组织啊 而且他们在最近所推出的公益小将非常有意义 我都希望家长带着你的孩子投入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 能够让我们的社会更好 而且能够带来更多 我们看到更多健康的孩子慢慢的成长 来我们讲一下你们的网页 对 你要不要讲一下你的网页 其实今天这个节目呢 就是也希望就是网友看了之后呢 其实可以跟我们有一点互动 所以我们特别今天设计的三个题目 然后欢迎大家就是上网来填打 那填打之后呢 我们还有这个神秘小礼物 要送给所有的网友 所以这三个题目 其实我们刚刚在这个谈的过程当中 其实都有谈出答案了 那就是欢迎大家上到儿福联盟的网站 然后就是跟我们进行更深的互动 太棒了 好我们就谢谢你的收看 希望下个月我们的NGO网络时间 大讲堂大家继续收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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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